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吧 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不许串供 老实交代 初步计划是下周见老王 然后我们 那你说 你订婚那天 妈会把王忠明的部分犯罪资料给我 可这个资料交给警察 并不足以扳倒王忠明 但如果他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 就一定不会坐以待毙 你去见他的时候 把我拿到证据的消息透露给他 不行 妍妍 我不能让你被王忠明盯上 而且我原本的计划 也只是假意跟他合作 去诈一诈他 我并不想让他真的对付你 做戏就要真实 王忠明不是傻子 这次一定得我去 不行 我绝不同意 这件事你别管了 交给我 我会替你 还你爸妈一个清白 楚泽江 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是这么固执 四年前你一个人去解决问题 然后呢 我们人生还有几个四年 那个 那个 我给欣欣回个电话 那个 您先忙 我 我 我答应过你爸爸要照顾好你 可如果这就是你保护我的方式 那我宁愿不要 我真的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从我见安史的第一天 就在等着这个 我等到了 距离搬倒王忠明只差一步 燕燕 我宁愿我受一万次伤害 我也不能让你受一丁点伤 王忠明只有抓到我 才会说出真相 这四年 要不是怀揣着你 一定还活着的信念 我根本撑不下去 我没你想得那么坚强 丑泽家 我不能再一次失去你了 好 这一次 我们并肩作战 这一套确实不错 五位婚妻眼光挺挑的 小叔还满意吧 你未婚妻的身材 应该跟我差不多吧 让你小助手 假扮未婚妻 人家愿意吗 当然愿意 我可是付了钱的 那你愿意 再嫁给我一次吗 不愿意 但我愿意 这刀确实不错 但是订婚宴上穿这个 好像不太合适 要不 再试一个简单的 也行 怎么啦 王叔 这大白天的拉窗帘 容易让人误会呀 没事没事 阳光刺眼 来 这是 这是颜真家门的密码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你们疏扫之间这个绯闻娜 那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了 你可千万别把我拉下水啊 古东大会之后 颜真不是一直躲着不见人吗 王叔 您就不想跟他好好聊一聊 什么意思 我哥的遗嘱 让我很不开心 但现在 我有一个可以开心的办法 就是 还需要王叔您的帮助 我就是个外人 我在鸡汤公司 踏踏实实干了一辈子 你们家这些家事 我是实在是不想掺和 王叔就甘心 一辈子屈居于人下 跟我合作 王叔 集团股份对半分 财富自由也好 自立门户也罢 不比现在强夺了 我呢 年纪大了 没什么野心 正所谓 属风流人 还看今朝 严总啊 现在是集团公司 最大的股东 所以呢 我劝你要看清楚形势 不要把事情越考越大 这算是 我们老一辈啊 给你最好的忠告了 严真那个女人 在股东大会上 弄得那么难堪 让我丢了面子 还抢走我哥的股份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侵占 我们楚家的家产 王叔今天我把话 就撂着 我跟他势不两立 不要这么激进 都是一家人 一家人 他姓楚吗 王叔 您真的不考虑 跟我合作 我呢 已经表态了 在你和严总之间 我绝对不会 偏袒你们任何一方 只怕你放过他 他不一定放过你 当枯萎的话 不再说话 不再说话 当时间 对分那片温暇 思念是他 回忆是他 循环着挣扎 沉默在回答她的谎话 是情愿催泪我路人家 平达滴答 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眼泪在说话 我梦出了他 看不见玫瑰涂鸦 对半沙哑 回着弄走起对话 爱我好吗 你最下关 还是放手吧 我的青春是燃烧喧环 你的城堡只会